水污染房子會收費的辦法在今天發布 從5月1號開始 今年5月1號開始 開始要徵收水污染房子費 開始徵收 我想在修法遺跡這邊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是簡單再過 就是依照立法院的決議 要從事業以及工業區專用物權下的系統開始徵收 但是畜牧業是從第三年開始 家庫或者是社區狀況下來到 那是從第四年開始徵收 在過去也辦了幾次的工程會 大家的意見 這次的收費辦法的修正 我們在今天發布裡面 最後一條就明定 從5月1號會開始徵收水污染房子費 徵收對象包括了徵收的第一年 是事業跟工業區的專用污水下的系統 這個事業沒有包括畜牧業 那所謂的工業區專用下的系統就包括了 石油化學專業區 比如說像六晶 這種石化專業區 科學園區 新竹 台中 南部科學園區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就是像農委會 在屏東有一個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以及其他的工業區都在這次的徵收範圍裡面 那畜牧業是從第三年開始徵收的 跟家裡家戶有關的包括家戶 包括公共污水下的系統以及社區狀下的系統 這是從第四年開始徵收 那麼徵收的這個項目呢 聯定的有十項 包括化學缺氧量COD 血糊固體SS 另外有害健康物質目前有八項 包括牽 虐 銅 種 鋼 隔 種 隔 生 還有清化物 還有保留一項就是其他經濟中央主管人指定公告的項目 所以未來不排除會再繼續增加徵收的項目 那麼整個費額的計算 我們怎麼樣去算這個應該要繳多少水會 基本上就是水質乘上水量 水質乘上水量以後就等於是污染物的排放量 然後再乘上它的費率 所以這邊剛剛提到有徵收十項每項的費率在這裡 包括化學缺氧量COD每公斤是12.5元 那SS是0.25元等等的費率有十項 所以比如說一個事業的話 那要算它應該要繳多少費額的話 那麼就是比如說第一項COD 它在這個繳配的期間總共排了多少水量 乘上它的排放的水質 再乘上COD的每公斤是多少以後 這等於是COD這項要繳多少錢 這個我們稱為叫做費額 但是我們後面等一下會看到有兩項的優惠 有兩項的折扣 還有再乘上這兩項的折扣 好 那麼第一個就是這個費額的逐年的折扣 我們會從徵收第一年先打五折開始 所以今年的會再五折 就是剛剛算出來的費額乘上50% 這是第一年 那從明年月要開始就會變成16折 再來第三年會變7折 所以畜牧業從第三年開始徵收的時候 它一開始也是從7折開始徵收 那第四年是8折 那8折的時候這個時候會有加護 跟社區中的下輪道 所以它一開始徵收的時候是8折 然後第五年9折 第六年是全額徵收 那除了這個分點的折扣以外 另外一個是濃度的優惠 濃度的優惠 濃度的優惠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 如果你排放的濃度是我們放流水標準管制限值的10%以下 低於10%的話就不用繳水護費 舉例來講 比如說有些行業別的化學吸氧量COD 它的管制限值是100毫克每公升的話 那它如果能夠排放到小於10以下的話 那這個COD這一項就可以不用繳費 所以小於10%的話就免繳納這個水護費 那它如果濃度是在10%到30%之間 它有一個15%的折扣 15%的折扣 那如果30到40的話是40% 40到60是60% 60到80是80% 大於80%的話就照原來的100%的這個 就沒有折扣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的 我們從剛五倍有的話 事實上它實際的繳費會先乘上 第一年的50%的逐年的折扣 再乘上它的濃度的優惠 撐起來以後才是它要繳費的 所以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以某一家試驗 它的排放的水量 比如說它的排放水量是150個CMD CMD就是每天150噸或每天150立方公尺的水量 那以COD放流水的標準度或是100的話 為這個例子 那這個試驗它許可的最大量 它許可的最大量是150個CMD 那它的排放濃度 第一個案例是說它的排放濃度 是放流水標準的50% 就是它排50個毫克每公升的話 那這樣子它算出來的 這個要繳的水費是多少 所以一開始這個是它的許可最大量 依照這一次的辦法裡面集中一個 就是它可以用許可最大量的90% 來計算它的這個排放的水量 所以這邊乘上一個90% 再乘上365天 那這個365天就依照它實際的運作天數 如果它是一整年的話 是360度運作的話就365天 乘上它COD的濃度 我們剛剛講如果它排放的濃度是50的話 就乘上它的濃度 那麼這個是一個單位換算 然後再乘上我們剛剛講COD1公斤是12.5元 再來這個50%的這個是年度的折扣 就是第一年50%來收費 接著60%這個是濃度的優惠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如果你是40%到60%的話 40%到60%的話 你的濃度的優惠是6折 所以60% 那因為它是這個排50嘛 所以它在40%到60之間 所以它有60%的折扣 這樣乘起來它一整年要繳的費用是9239元 另外一個案例是說其他的排放量 那些都不變 它只有濃度是從原來的50 降為一半變成25 濃度只有減半的時候 那這樣計算下來 它的這個繳費大概只有原來的1 8分之1 為什麼會是1 8分之1 就是第一個它濃度減半 所以剩2分之1 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個濃度的優惠 本來呢是60 那因為它只有排25% 那10到30之間它的優惠是15% 所以這個15%是這個60的1 4分之1 所以濃度1 2分之1再乘上這個濃度的折扣 是4分之1 兩個生前是8分之1 所以它的繳的費用 就只剩下原來的8分之1的繳費的額度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案例來 為什麼用150這個鈍來跟大家解釋 就是我們目前的水系統裡面 大概有83%的列管的業者 它的排放水量在150CMD以下 150CMD以下 所以我們說第一年的這個繳費 八成的業者繳費的金額在1萬塊以下 是用這樣的濃度來跟各位說明 只不過在這一次的這個修正裡面 也加上去了就是每一期的水務費的費額 如果沒有達到50塊的話 它可以不用繳費 未達50元可以不用繳費 但是還是要申報 還是要申報 那申報的期限 我們是一年分兩次來繳納 每半年徵收一次 那業者應該在每年1月的時候 他是繳前半年就是7月到12月的 是在每年的1月繳 然後7月底的時候 是在每年的1月到6月的這段期間 是在7月底來申報繳納 前一期就是每半年的這個水務費 那第一期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5月要開始徵收 所以它第一期的費用是5月1號到6月30號 這兩個月的期間這是第一期 第一期的這個繳納本來應該在7月31號以前要繳納 那為了給大家一個緩衝時間 所以第一次的這個繳費從7月31號 可以展延到10月31號以前繳納就可以 就是展延三個月 可以到這個10月31號以前來繳納就可以了 那第二期以後就恢復了 第二期就從7月1號到12月31號 這樣子的繳費就是要在明年的1月31號以前要來繳納 第二期以後就要按起繳納就沒有再往後延 只有第一期是往後延三個月 那申報的方式我們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夠用網路申報 所以它把上我們的網來填據水務費的申報書以後 會列出它的繳款單 繳款單以後到我們的這個代繳銀行 代收銀行去繳費以後 再把這個申報書以前繳款單的 不管是用掃描的或者是用照片檔 在上傳網路上傳輸向環保署這邊來做申報 那最後就是這個水務費 一定是專門就用在水污染房這個工作 那麼也是希望能夠加速國內水污染問題的改善 另外在業者不管是在事業或者是工業區中 下一個系統希望能夠提升它備用水處理的效率 從剛剛的來看就是說你的排放濃度 大概少了 變剩下原來的八分之一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通過這樣的一個用因 能夠讓業者能夠把廢物水處理的越乾淨 那麼它的這個繳的水污費就會越少 那以上的說明 我們看看在座的各位